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廚梁 很欢迎你们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 今集又来到酒楼点心系列 廚梁会和大家分享金黄饱满 香脆又美味的炸春卷做法 自家制的春卷比酒楼吃到的春卷 餡料特别丰富 今天炒的餡料我用到面自猪肉 椰菜 木耳 甘筍 还有粉丝 接下来的时间我会由炒馅 调味 包春卷 到炸春卷 一一为大家介绍如何制作 想知道如何做 千万不要走开 在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按小叮当 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次出的新片 今天我们做炸春卷 大家首先看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根据我这份食谱 大概可以制作12条炸春卷 同一时间我也准备了一份英文版的食谱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这里 我们先将150克的面自猪肉调味 加入半茶匙的盐 还有半茶匙的砂糖 还有1茶匙的醬油 另外加入1茶匙的生粉 我们将以上的调味料和面自猪肉拌匀 拌匀 拌匀之后加入1茶匙的油 除了可以令到调味料锁在猪肉里面之外 也可以令到猪肉的质地滑一些 我们大概将面自猪肉腌30分钟 趁猪肉腌中 我们现在准备其他材料 这里有15克的木耳 我们用水轻轻冲一下木耳 然后加入适量清水 让水可以浸过木耳 我们要将木耳浸大概20分钟 等它浸软 今天我也准备了一条小小的甘笋 这里大概有100克 我们将甘笋批皮 我们将甘笋批皮 再将它沖一沖水 接着就可以将它刨成幼丝了 粉丝我准备了一包 我们将粉丝放在碗里面 然后注入适量的水 将粉丝浸软 如果你想加快将粉丝浸软 可以加少许热水 蒜头大概2-3粒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像我这样 用刀轻轻将蒜头排一下 去医之后 就可以将蒜头切成蒜蓉 这里有半个尺寸比较小的椰菜 因为需要用到大约150克的椰菜就可以了 因为椰菜的芯比较硬 我直接把它切走 剩下的部分就把它切成幼丝了 就可以了 将椰菜切成幼丝之后 就可以将它们彻底清洗干净 将洗好的椰菜丝浸干水分备用 一定要够干身才拿去炒 否则不容易炒得出水 先看这边 粉丝已经浸软了 将它们避一避水 接下来用刀剪 将粉丝稍微剪短 大约上一场就可以了 木耳已经浸软了 将它们拿起来 轻轻把多余的水分拿走 如果看到钉有点硬 可以把它切走 再将剩下的部分切成幼丝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今天需要用的材料 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在旁边 可以准备定一个不黏底的平底锅 倒入适量的油 开中火 先将蒜蓉爆香 等蒜头爆香后 就可以将刚才醃好的 免治猪肉加入 继续用中火将免治猪肉爆香 一路炒到猪肉大概有九成熟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先将猪肉铲起身 接下来我们继续用同一个锅 开中火 开中至大火 接下来可以加些油 先将甘筍丝炒香 大概炒30秒 接下来可以将刚才准备好的椰菜丝都加入 继续用中至大火将椰菜和甘筍炒香 炒大约分半钟左右 椰菜开始变圆 接下来可以将木耳丝都加入 进去 再将炒好的免治猪肉回锅 再加上粉丝 继续用中至大火将以上的材料拌均匀 拌至猪肉熟透 和看到粉丝变得全透明之后 就代表到尾声 在尾声加入1.5汤匙的蚝油 作为最后调味 很快地拌均匀 然后就可以关火 刚刚炒出来的春卷馅料 真的非常香喷喷 看到也想吃 因为实在太热了 我们将它拌均匀 趁热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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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在冰箱拿出春卷皮 将春卷皮 放在室温大概5-10分钟 就可以完全解凍了 解凍之后就可以包馅了 如果大家跟我这份食谱所做出来的 最后的馅料大概可以做到12条春卷 现在在影片中 我为大家示范 如何包馅了春卷 大家可以看看 铺上适量的馅料之后 就可以将春卷皮的下方三角形位置 向上卷 尽量把它卷实一点 这样炸出来的春卷 就不会太松散 当卷实了之后 再将左边和右边的位置 向中间屈起 再将整条春卷向上卷多下 这个就是封口的位置 大家可以像我一样 开一点比较稠身的面糊 用来做封口的胶水 最后就这样把它卷起 这样就黏得好实了 春卷的包法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未即时炸的话 可以用食物盒装起 把它放在冰箱里 好 现在我就准备油炸春卷 用炸锅 然后加入适量的油 油的用量 一定要足以浸过春卷 大家可以开小火 可以用木筷子测试 木筷子旁边有少少泡泡 就代表油温差不多 油温大约150度 大家可以将春卷逐条放进去炸 炸春卷一定不可以太心急 如果你调到油温太高 很容易炸到焦 在炸的过程 只需要将春卷不停转 炸大约3至4分钟 就完成了 当你看到春卷开始转成金黄色 就要立刻把它捞起了 因为春卷多放一会儿 它会变得更加深色 这么快 新鲜热辣辣的 酒楼版炸春卷就完成了 看看里面的馅料多么澎湃 希望你喜欢我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我 记得留言给个支持我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